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 我們來講到 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第三集 就是發揮影響力 在這個第20 27頁 第三章27頁 有聲音嗎 有聲音的話 請幫我按個1好不好 有聲音的話 然後可不可以 有聲音的話 幫我按個1好不好 好像 好像好像 我自己再開另外一個瀏覽器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自己的粉絲專頁 粉絲專頁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有吧 有聲音吧 應該有 然後我要看我的直播畫面 OK好 今天主要講的是發揮影響力 發揮影響力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這個網址貼到的個人專頁去好了 因為個人專頁 個人專頁的人不曉得 不 不曉得 不曉得我在粉絲專頁直播 個人頁的人都不曉得 所以要把它貼到個人頁去 我剛剛臉書也很麻煩 你要在個人頁直播 也可以 然後在那個粉絲專頁直播也可以 可是因為平常個人頁的觸及率比較高 因為你的朋友都在個人頁跟你那個看你的那個塗鴉牆對不對 好 先把它貼上去 我今天是直接用電腦版本身內建的那個電腦版直播 我就沒有用OBS 那我前天有發了一個文章在那個 在那個連 我的個人頁嘛 我個人頁有講說那個 個人頁的電腦直播已經有了 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你的個人頁的電腦直播 是不是已經有了 直播視訊的那個按鈕 那你就可以直播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手機 那最大好處是什麼 就是 不會不會左右顛倒 好 譬如說拿書給你看 結果左右的字顛倒看不見 看不見 看得見了 但是字顛倒怪怪的 好 直播開始了 第三集 發佈一下 好 就希望每個禮拜三晚上十點 直播半個鐘頭就好了 不用太久 只要講一下這本書裡面到底在講什麼 那 因為我知道有得了買書回去之後 沒有時間看 我自己也是 你看後面那一堆 應該只看了每本書的前面十頁或五頁吧 不是每本都看 或不然就是用煩的 那我們這一節要講說 行銷的關鍵發揮影響力 在第二七頁的地方 行銷的關鍵發揮影響力 第一個 三之一 給好處 我先講完這六點 第一個給好處 第二個 引導客戶say yes 第三個 梳立專家地位 第四個 建立客戶的好口碑 第五個 讓客戶喜歡你 第六個 好東西都有限量 我是寫限制 為什麼寫限制不是寫限量 因為有時候你是數量的限制 有時候是時間的限制 比如說我就是促銷只有三天 三天賣完就沒有了 或者是我總共就只有三個名額 三個名額搶光了 第四個進來我就沒辦法再賣了 這就是指限制 不一定是限量 有時候是限時 現在有多少人啊 好像沒有人 五個 不錯 有看到的人在底下留個言好不好 就寫說看到 聽得到的話 不,聽得到你按個1 讓我知道一下好不好 聽得到的人按個1 畫面清楚的人按2好不好 或者是你就寫很清楚 讓我知道一下 很清楚 讓我知道一下 背後模糊嗎 這個叫警神 不要廢話 不要廢話 開始 第28頁 常有朋友問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網位行銷要用什麼工具 最有效 欸 如果你的心裡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同見宗感謝你 清楚 我問我也覺得感謝你 好 很清楚 那聲音都清楚吧 聲音 那 如果你們有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欸 你就可以聽聽看喔 因為真的蠻多人在問說 網路行銷要用什麼工具最有效 好 那 首先呢 要先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不論是傳統的行銷 或者是著重科技工具的網路行銷 溝通的對象本質上其實都是人啊 都是人啊 你在跟人對談 他其實和你賣什麼商品完全沒有關係 那每個人呢都有自己的思想 要把行銷工作做好其實很簡單 就是利用你的思想去改變客戶的決定 OK 讓客戶的思想和你的思想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喔 你想的跟客戶想的是一樣的喔 這樣呢就是一個很成功的行銷 好 那 失敗行銷是什麼 就是你想的跟客戶想的是不一樣的 喔 欸 莉莉啊 欸欸欸 明天我把你的影片剪好好不好 給我一點時間喔 克力雞群 黃啟勳喔 感恩啊 感恩啊 黃啟勳是我 4月9號要去高雄拜訪的另外一個學員 也做的蠻不錯的喔 然後他現在也 也有人邀請他去講課 唉唷 喔厲害喔 唉唷不錯喔 好 好 剛剛講到就是你要用思想去改變客戶的決定 就是如果說客戶他今天的腦袋想的 跟你想的是一樣的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認同你了 一旦他認同你之後 就代表他贊成你嘛 就好像我今天投票 我投A 他也覺得我 我的投票 我的選擇是對的 他就會跟我一起投A 我選某某的當總統 我選誰他就跟著我選誰 那代表我的思想已經灌入了他的腦袋 他能夠贊同我的想法 這個就是影響力的一種 那你要靠你的你的思想去影響別人的思想 讓他跟你一致的時候 你要賣商品那當然是好賣的 OK 不管是哪一種軟體 他都只是用來和客戶溝通的工具 本身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這個要記得 所以你說哪一種工具最有效 我的答案就是這樣 其實每一種軟體都只是用來和客戶溝通的工具 本身沒有絕對的好壞 像以前沒有網路的時代 大家習慣用電話溝通 然後見面溝通或者是用傳真來溝通 可是現在是網路時代 那大家習慣Email 用臉書 用LINE 用微信 那只要我們知道客戶常用的網路工具是什麼的話 那身為行銷的人呢 你就要必須去熟悉這些溝通工具的操作方式 所以沒辦法 因為現在台灣全台灣人是使用臉書密度最高的國家 那你能夠不用臉書嗎 不行嗎 如果你的客戶都在臉書上面 那你當然要用臉書 因為你曝光的群眾就是那些 你很可能去觸及的精準客戶 所以你就要用臉書 好 那 那你就要去熟悉這個工具 沒有辦法 以後可能臉書不流行的話 有辦法流行別的工具 那你還是要去熟悉 因為很 人 在哪邊 人多的地方在哪裡 你就要往那邊去 人多的地方 譬如說人 大家都在使用LINE 在台灣 那你就要用什麼 你就用LINE AT 為什麼 因為LINE AT可以群發訊息給所有的粉絲 對不對 當然 那個粉絲你要 首先是要去蒐集粉絲 你沒有 你沒有粉絲 你要大量群發給誰 沒有嘛 所以那個是許可事行銷 就是他自己願意訂閱 主動訂閱 他覺得你的訊息對他有幫助 讓他主動訂閱 當然也要讓他能夠主動退訂 這是很重要的 決定權要放在客戶身上 而不是他今天 不想要看你的訊息了 結果他找不到退訂的方法 那他就會很火大 我今天退訂了一個我2004年 四五六七十三年前的電子報 十三年前呢 我一直很專心的在研究 電子郵件的這個伺服器的軟體 在Linux那個這個軟體 那要寫很多的coding程式 改很多的程式 我現在看到那種東西 已經一個頭兩個大了 我已經不是那個 二三十歲的那個時候了 我現在已經超過四十了 我看到那個東西 我會投眼花 喔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這麼困難 我要退訂 結果找了半天不曉得要怎麼退訂 我氣死我了 然後我要退訂的時候 他還有輸入密碼 我沒有辦法只輸入email就退訂 我還要輸入密碼 那個十三年前的密碼 我早就忘記了 後來就不想理他了 我直接在Gmail那邊直接輸入 將來如果是這個基建人來的話 就直接丟垃圾桶 就成這樣 我不曉得怎麼退訂 所以你要保留讓客戶退訂的方法 越簡單越好 他不希望你的消息 他不希望得到你的訊息 那你就算了 不要給他了 不要讓他造成對你的反感 好三之一給好處 不管你銷售什麼產品 對客戶來說 先試用過才購買 就是讓客戶降低防備心的心理戰術 或者是說你先提供一些贈品 然後再去取得下一次的聯絡機會 那光是試用品呢 就有很多可以談 但是因為我們談的是想法 不一定要送實體的商品 記得我們談的是想法 所以不一定說一定要送實體的商品 給好處的目的主要就是先取得客戶的聯絡方式 當然如果你有實體店面的話 那直接提供試吃、試玩、試用 這些體驗行銷效果當然是更好 如果你有實體的店的話 好那三之二呢 引導客戶 say yes 如果你覺得說我講的 因為其實我想控制在半個鐘頭之內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我講的剛好有 讓你心裡有點靈感產生的時候 你要趕快吵下來 或者是你突然有問題的話 你趕快留言 等一下我就可以針對你們留的留言 然後去做回覆好不好 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那三次的引導客戶說yes的方法 就是說你要去挖掘客戶心裡面潛藏的問題 讓客戶主動say yes 例如說 你是否為了開發客戶 每天到處發傳單 卻仍然賣不出東西呢? 如果你講的這個問句 客戶心裡的答案就是yes 對我就是有這個困擾 那不錯 你就是勾動了 啟勳說沒有實體店面 哭哭喔 不用哭啊 我也沒有實體店面啊 你看我在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啊 有很多東西 根本不需要實體店面 我今天去搭公車 從桃園火車站下車 我不是PO了一張照片 在我的臉書上面嗎 同齡百貨 應該不是的暫時歇業 裁了150個員工 我不知道 我是看到同齡百貨怎麼突然 拆掉了 然後我才上去Google說 桃園通齡百貨 然後才跑出那個 桃園通齡百貨新聞 原來是去年的 去年底的新聞 我沒有看到 所以你看 你看這個時代 就是這樣 連百貨公司的生存 都面臨很大的危機 對 所以你說一定要 一定要大店面 一定要有店面嗎 其實不見得 最厲害的就是你沒有店面 也能夠在家工作 還能夠賺到不小的 不少的收入 我今天去訪問Lidia Lidia就很厲害 Lidia也沒有店面 我跟她約在桃園的大圓百 因為她沒有公司 因為她說她在家工作 然後她說 欸我怕講了被罵 她說 她說 在家裡都縫頭夠面 又沒有化妝什麼的 所以她想要直播也蠻麻煩的 因為 還要去梳妝打扮 Accept 對不對 男生當然就比較隨便 反正 我就隨便 我就頭髮剝一剝 然後就開剝了 對不對 然後 第二個問句 你是否花了大量的廣告費 而銷售量卻少得可憐呢 第三個問句 你是否工作了數年 升遷卻老是輪不到你呢 我舉這三個例子 就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列出三個到五個問題 讓客戶去say yes 她覺得說 欸對你講的對 你都點到了我的痛處 你講到的都是我的問題 對那她就有興趣 再繼續往下讀下去 那一旦你點出了客戶心中的痛 客戶就會想要聽你繼續說下去 好 三之三 樹立專家地位 像我們對醫生的話 往往都不會懷疑 因為你覺得她是專家 披了白袍 你就覺得她是醫生 她是專家 對不對 那即使你們彼此不認識 但是你也會相信她講的話 為什麼 因為她是醫師 好 這個叫做權威帶來的影響力 醫師他有醫師的權威 好不好 這個就是權威帶來的影響力 即便你都不認識她這個人 但是因為她是醫師身份的關係 就會有某種程度的權威性 你就會相信她 那同樣的 如果你在你的這個業界 小有名氣 小有知名度的話 那你說的話呢 就會很多人相信你 這很自然嘛 對不對 像那個牛兒 牛兒在保養品的業界 已經努力了蠻久一段時間了 從我很年輕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到牛兒這個人 然後一直 我一直看到她的努力 然後在保養的這個產業界 所以現在牛兒的產品 應該是說 嗯 我不曉得能不能畫出 也給人這種形容詞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那個產業狀況 但是至少連我這種 對保養品沒什麼研究的人 我都會想說 欸奇怪 三不五十二長青春痘這個年紀 我就會想說 那我去牛兒的網站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就買了兩罐那個粉刺水 擦了一個月之後發現 真的皮膚比較不容易長痘痘耶 我以前都不曉得 覺得 因爲因爲什麼 那個就是 她的專家地位已經形成了 所以就算我不認識她 我還是會想要嘗試看看去買 用看看 如果用的有效咧 就好像我現在就馬上分享嘛 對不對 其他保養品我其實都不認識 當然很有名的SKII 什麼什麼的 那個是很有名沒錯 但是 我就是 對我來講 牛兒是一個人 欸 牛兒是一個人 但是SKII呢 他是一個品牌 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有很多明星去代言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時代不太一樣 打從賈伯斯之後啊 一家公司如果有一個代言人的話 那個感覺就更有親和力 更有親和力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是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去代表你的產品 代表你的公司 我覺得那個 給客戶的親和力是 比以前的那種純粹品牌還要來的強 這影響力就會更大 那 這個是我自己這樣覺得啦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如果你的體會跟我一樣的話 那 趕快 讓你的公司 你的企業 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出來 我覺得就會 增加多一點影響力這樣 好 三支四 建立客戶的好口碑 如果 欸 21分了 最晚到40分結束好不好 如果你的好朋友在臉書上面分享了他在使用的手機有多好用 那你肯定就會對那支手機產生好感對吧 欸你在用哪一款啊 看起來蠻好用的喔 那你是不是就覺得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你的朋友形成的口碑嘛 你就對他 對這個產品就有好感 這個就叫社群的效應 社群效應 你不見得是跟他在同一個地點上課 或者是上班 或者是每天見面 不一定 你可能只是在臉書上面看到他分享的東西 產品 那你就會對那個產品產生好感 這個就是社群的效應 那這也是網路時代最有效 也是最可怕的口碑傳播 因為我剛剛講的這個是好事 這個是有好事的狀況下 但是如果是你的朋友分享一支 這支手機採買不到兩個月就壞掉了 那你馬上對那支手機產生很壞的印象 所以這個很恐怖 社群行銷真的很恐怖 這種口碑傳播很可怕 那也因為如此呢 他更讓我們在客戶服務方面 不敢掉以輕心 生怕得罪一個客戶 就讓自己在網路上產生眾多的負面評價 這個就是建立好口碑的重要性 如果客戶的口碑不好的話 那他的行銷效果如果越好 那你就死得越快 OK 三支五 讓客戶喜歡你 那這一點喔 我個人覺得很兩極化啦 就是說 如果你要討好所有的人 那你就很容易失去你的個人色彩 你要討好所有人嗎 那你是不是有點牆頭草兩邊倒啊 這個好這個也好那個也好 那你可能就沒有個人的色彩 但是如果說你是一個愛恨分明性格突出的人的話 那你很容易區分出討厭你的人和喜歡你的人 這兩類不同的族群喔 這個就是性格突出的人的缺點喔 但是呢 喜歡你的人會非常喜歡你喔 討厭你的人 討厭你的人就很討厭你 那 其實你也可以賺到錢啦 就是讓那些喜歡你的人支持你就好了嘛 只是說在網路上 會很多可能會有很多爭議啦 那那時候如果你越有名的話 你就要越保持 不要太在乎別人的看法 不然你會活得很辛苦 那我個人是屬於那種 盡量討好所有人的老實講 我不喜歡有爭執啦 因為有爭執的話 心情會很差 所以我不太喜歡去討論那些 容易起爭執的話題 我覺得也沒有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也沒有那個必要去討論那些 因為對我的生意沒有幫助 然後對我的生活也沒什麼太大幫助 我是比較喜歡平平靜靜的過生活的人 我也想要搬去花蓮啊 搬去台東啊 現在是卡在什麼問題 就是 家人覺得花蓮台東不方便啊 還有小孩子上學 然後你看小孩子換一個環境 其實他們也有適應力的 適應能力上的一些 一些要調適的地方嘛 對不對 總不能什麼事情都我說好就好 對不對 還是要尊重家人的意見 不然的話我是很 很 講難聽一點是有點散漫懶散的人 我喜歡去那個鄉下過生活 我喜歡去那種藍天白雲的地方 很悠閒的過生活 好啦 講到哪裡了 喔 好 那如果你要兼顧個人色彩 又想要擁有較大的粉絲群 那你就盡量少去提及造成分裂的話題 例如說政治啊宗教等等 然後呢你盡情的去展現你的個人特色 個人的才華 這樣就可以讓別人印象深刻 進而喜歡上你這個人 這個就是3-5 讓客戶喜歡你的一些簡單的方法 好 3-6 好東西都有限制 物以稀為貴是人類從出生就具備的天性 如果好東西沒有限量的話 就不會有搶購的慾望 那你掌握這個原則呢 好產品通常都會賣得不錯 但是要合情合理 才不會自打嘴巴 那譬如說怎麼講呢 譬如說 小時候我們會不會常看到有些店家門口 就貼著那個最後一天跳樓大拍賣 結果到我長大之後他還在貼跳樓大拍賣 是不是很誇張 所以呢如果說 如果說你的產品是不可能缺貨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限量 譬如說你賣的是軟體或者是課程 那你不可能說剩下多少個然後趕快搶購 然後賣完就沒了 不可能嘛 軟體跟課程怎麼可能賣完就沒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產品的話 那怎麼辦 那就是要限制報名的時間點和先後的價格差異化 瞭解嗎 如果你賣的是軟體或者是課程 那你就可以說 幾月幾號之內報名的人想有鑿鳥價格 那可能是便宜一千塊 那如果幾號之後報名的人 可就是貴了一千塊 那你促使人家趕快報名 那你就可以做出價格的差異化 用時間的先後順序做出價格的差異化 所以每一種方式 每一種產品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促銷的方案 不見得說什麼東西都是限量 或者是什麼東西都是限時 不一定 所以呢這節快講完了 所以發揮影響力的過程呢 它是一種引導客戶逐漸成為粉絲的階梯 那你學會這些技巧之後呢 就等於理解的部分的人性心理學 那我覺得呢 這是一種很可怕的能力啦 老實講 因為這種能力它可以被好人來運用 但是呢 它也有可能被壞人拿去運用 所以你了解了 如果培養自我影響力之後呢 就等於為自己穿上了一層防護衣 讓你可以洞悉別人的目的 避免自己不小心就掉入別人 早就布局好的陷阱 只要你能夠妥善運用這些技巧呢 並且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你就會造福社會的無數大眾 因為大部分的人不懂這些技巧 很容易被居心不良的人所影響 所以我們更應該把這個能力發揮在正面的事物上 這個很重要 讓它成為善的循環 我剛剛鏡頭跳了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提供在網路上 創造這些內容的工具和實際的運作方法 Are you ready? Go! 好 我們要開始了 好了 前面三張主要就是刑法的部分 其實 我寫的很白話 有同學跟我講說 欸老師你寫的東西我都看得懂耶 當然因為我都寫的很白話 所以你一定看得懂 那些比較難的那種很專業的用詞 我不會寫 因為我看到那種比較難的專業用詞 我也看得很很吃力 老實講 其實我也喜歡看那種比較白話的文章 好 聲音小了點真的嗎? OK 喂喂喂 是這個嗎? 這個麥克風對嗎? 好 那 今天講這個差不多了 欸實驗半差不多了 有沒有什麼你們想要提的問題 今天去那個跟Lidia見面 Lidia其實還提了蠻多問題的 然後有一個問題是 對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他們做財務規劃 財務規劃對客戶來講 是一件很隱私很隱密的事情 所以你要絕對保密 那你要絕對保密的話呢 客戶對你的信賴感是怎樣 是要非常非常強烈的 麥克風靜一點是不是? 這樣比較大聲 客戶對你的信賴感如果不夠 不夠強烈的話 他今天不敢把財務狀況告訴你 你想想看 你今天做理財規劃 我身上存了幾百萬幾千萬 我都要告訴你 欸這個多麼恐怖的事情啊 如果你不值得我信任的話 我敢跟你說嗎? 甚至 甚至 有些大企業家 老婆不只一個 可是他要去分配 大老婆要拿到多少 然後小老婆拿到什麼 或者是第三個老婆 第四個老婆要拿到多少 哇 這種財務規劃 你敢隨便跟一個陌生人講嗎? 那當然這個有 你這種個案 你不可能去分 當做見證去分享給 網路上的所有人 因為我們講說網路行銷 其實你要拿出 足夠的見證 放在網路上去讓人家看到說 喔!你真的是做出了這樣子的規劃 然後讓人家相信 你真的有幫客戶做到這些服務 而且讓客戶滿意 甚至還讓客戶來做見證 說欸對 我就是因為 那個請某某某幫我做財務規劃 哇!他分配的相當好啊 他把我的大老婆分配多少 小老婆分配多少 他怎麼可能做這種見證呢? 所以這種見證不可能 客戶不可能幫你做這種見證 那既然你的見證案例很少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讓網路上完全不相信你的人 在網路上完全不認識你的人 去相信你的理財規劃的能力 那今天我有跟Lidia 提供一些建議 就是你的例子應該怎麼做 當然你不能夠邀請那樣的人來做見證 但是你可以轉個彎怎麼去做這種案例 好!這是我們下午有談的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談那個 那個有點隱密性 然後 對! 而且也沒辦法聊太久 好!因為今天我只想要 我只想要聊到 40分就好了 那不過 我知道有很多人真的是 做財務規劃的領域 保險也是啊 或是銀行業也是啊 那 嗯 今天Lidia講一個 我覺得蠻開心的事情就是 她終於能夠在家裡工作了耶 因為以前 要背負很大的壓力 主管要訂業績 然後 你要講一些 幫自己的 幫 譬如說你 你如果是銀行李專的話 你是不是要幫銀行賣保單 賣基金賣什麼什麼 產品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必須為了業績為了 為了那個壓力 業績的壓力 然後去 背著你的良心 然後去推薦某些 某些理財型的商品 那做那些事情的時候 你是為了應付上面的業績壓力 可是你做得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所以為什麼Lidia後來自行離職 自己去做 自己去創業 然後自己在家裡工作 自己做網頁 自己找客戶 到現在已經 將近60個客戶嘛 對不對 你今天講說 將近60個客戶 做得還算蠻成功的 因為一個客戶都 都不少錢這樣 那乘以60 然後不得了耶 對 這就是她的成長 Lidia她熬了 她熬了9個月 9個月都在看網路行銷欄人包的課程 然後實做 偶爾會去上上我的實體課程這樣 因為我們有個Line的群組 所以隨時去發問這樣 好 那有問 有做 你就自然會進步 因為你如果 不問 不做 你就遇不到問題 那遇不到問題 你就更不曉得 下一步的方向 應該怎麼調整 OK 好 好 這個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那下禮拜 看一下下禮拜的 第四章就是評分行銷 那但是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直播課程 沒有辦法去做那個 那個那個實作教學 所以 所以我們還會 我還是會去解釋一下 裡面講的這些內容 如果你真的有買書 可是你懶得看的話 我覺得你買了書之後 然後你來聽這個直播 會收穫蠻大的 因為我講完之後你回去再看 你就會發現 我原來是這個意思喔 我看懂了 像影片的意義 我裡面有講到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就是什麼叫做影片的解析度啊 然後什麼叫做 什麼DVD畫質啊 HD啊 FHD啊 4K啊 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現在常常看到這些 這些規格 還有影片製作的實戰啊 就是 我用手機是不是就可以拍影片啊 這樣比較清楚 然後 有些小技巧啊 用手機APP就可以繼續製作影片 剪接影片啊 其實裡面書裡面都有 我們下次就帶過 把一些直播主要是講觀念 你觀念通了 你回去看你就 比較容易理解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OK好 有買有買 謝謝啦 鄭薇 薇哥 感謝你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覺得有收穫的話呢 幫我轉分享一下好不好 按一下轉分享 好不好 轉分享一下 擴大你的影響力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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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轉分享 你的朋友就會知道 喔 原來你都是在看這些內容 哇 你好高尚喔 哈哈哈哈 看一下啦 好了 就這樣 OK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一樣是晚上的十點 好不好 每個禮拜三晚上十點 好不好 留親 親力 親力 留 留心力嗎 感謝你 看一下你的大頭 看不到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 好啦 感謝你 有買書的同學 非常的謝謝你們 啊 有來留言的同學 也非常謝謝你們 合力居群 好 這台相機是比較貴啦 所以景深做的蠻漂亮的 啊這台相機是那個 單眼相機啦 啊 主要是鏡頭貴啦 好 就這樣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啦 OK 謝謝 感謝Lidia 轉囉 幫我分享喔 謝謝你 好 那如果說你們還有想要聽什麼的內容 也可以留言啦 好不好 OK 那我們就先這樣 下次再見 看一下什麼東西 我每次看人家直播有很多人看都是什麼 都是送贈品 都是送贈品 比如說好你們留到最後的好我送一本書 或者是送一個什麼 反正就是找贈品來送然後你只要轉分享的話 我就來辦抽獎 所以就哇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可是我比較少做這種事情啦 而且我現在工作室也是空空的 只有垃圾而已 沒有什麼可以送的 好啦那就先這樣 有興趣的人就來聽啦 那你轉分享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讓那些 有很多人不曉得網路行銷怎麼做的 或是觀念完全不懂的初學者 今天跟Lidia也聊到一個東西就是 隔行如隔山 所以呢 你不要覺得說你的知識別人都知道 所以你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沒有什麼好宣傳的 沒有什麼好教育客戶的 沒有什麼好分享 其實我就舉一個例子就是 之前有一個學生他們的 他們是養蜂場 就是養蜜蜂的 然後他就問我說那養蜜蜂的 要故事情效是要寫什麼東西 我說你養蜜蜂是 你就寫怎麼養啊 你就去拍你們養蜂場啊 那你去拍每個流程啊 那每個流程都有很多故事啊 他說這個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好講的 哪是 只有你們養蜜蜂的 業界的人知道 我們一般人 隔行如隔山 我們哪會知道啊 你覺得很平常的知識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講的每一件 你自己覺得很平常的事情 對外面的人來講 都是一個很新鮮很新奇的事 那今天Lidia講到很多 政治、經濟、外匯 會影響到 理財相關的一些處理方式 那個我以前也是想都沒想過啊 可是Lidia覺得 Lidia覺得說 這個很平常啊 怎麼會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平常 我的本業就是在搞電腦嘛 以前就是網路工程師嘛 哪有時間去看其他的 除非我刻意去瞭解理財規劃的那些東西 我的理財方式 我就跟他說 我的理財方式實在是很簡單啊 就真的有錢 我就拿去買房子啊 其他的我也不會啦 沒錢就盡量存錢 就只有這樣 因為什麼 因為以前 剛退伍那時候也是覺得 股票好像很好賺 就是買股票嘛 然後買股票之後就套牢了嘛 套牢之後又變壁紙嘛 所以我從此之後再也不碰股票嘛 因為有那一段過程嘛 就發現自己就是努力工作賺錢 把錢存起來拿去買房子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種傻瓜投資法 但是又適合我的性格 我的個性就是比較保守型的 那也保守型的或者是說 個性比較衝動型的 你的資產配置一定是不一樣嘛 那他就可以針對不同的人的性格 去做不同的配置 讓他不至於發生問題 不至於產生財務危機 對他裡面也提到一個案例 我覺得還不錯 我印象蠻深刻 就是說假設你現在的房貸 每個月要支出3萬塊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的每個月 假設我每個月賺5萬塊 我支出房貸3萬 我還有2萬可以去運用 那你可能就又把它想去做 什麼什麼投資 什麼什麼投資 可是有一個隱性的問題就是 你的那個每個月3萬塊的房貸 其實只是前兩年的優惠利率 到了第三年之後呢 就不是每個月付3萬 而是每個月要付5萬 哇 那如果你當下想說 沒關係 2年後房子已經漲了啦 房子賣掉就好了啦 不用擔心啦 問題是這個就叫隱性的問題 你怎麼知道2年之後房子真的會漲 而且房子是不容易立刻脫手 變現的東西的資產 他不是那麼容易快速說變性就變現 不是說你今天要賣 下禮拜就賣掉喔 不一定喔 萬一賣不掉你怎麼辦 馬上發生財務危機 他講了這一套 這個狀況之後我才 我就開始理解 原來他的財務規劃的見減 就是去幫助客戶 做長期或中期或短期的理財規劃 這樣才會保障一個人 他能夠活得很安心 他講完之後我就會發現 這就是他理財規劃師的一個價值啦 所以再幫他Promo一下 他財務建築師Lidia 財務建築師 你就搜尋財務建築師 那個Lidia Lidia 你就可以找到他的網站 這也是他自己做的網站 他自己上完課之後 他自己做的網站 一個金融業的女生 自己做一個網站 你有沒有想過 隔安如隔山 可是他就是做到了 OK 所以他現在的收入 或者是能夠直接在家裡接案 在家裡工作 這是他應得的結果 因為他有努力 好不好 我覺得這故事也蠻激勵的 因為就是我的學生 蠻激勵的 可以激勵每一個人 如果你已經是懶人巴的會員的話 為什麼我強調給你們終身的學習 付一次錢終身學習 就是希望你可以慢慢去 每個人的天分不同 老實講 有的人做比較快 有的人做比較慢 但是你至少你會努力做就有 OK 好了 不要講太久 40分 OK 我們下禮拜再見 我是劉奶爸 每天晚上 網路行銷八點檔 網路行銷八點檔 就是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都會發出LINE 所以你可以加我的LINE 就是ID是小老鼠L-I-U-B-A-B-A 劉爸爸 小老鼠L-I-U-B-A-B-A OK 加一下我的LINE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都會收到網路行銷的一些教學訊息 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關掉了 拜拜